暗夜的一場大火 吞噬這洞位在日本九州大分線 兩層樓的木造建築 日本警銷貨報趕往現場 花了一個半小時撲滅火事 但還是傳出不幸的消息 住在裡頭的墨洞 先一郎一家十寇 除了長男寄住在親戚家 其他九人只有爸爸媽媽 和三個小孩逃出火場 包括14歲的長女在內 兩女兩男四個小朋友 不幸葬生火箍 令人不敢置信的是 逃出火場的爸爸 40歲的海上自衛官 莫洞仙一郎 疑似就是縱火的元凶 他向警方供稱是自己放火 殺死自己的親生孩子 附近的民眾表示 火警前疑似聽到這家人爭吵的聲音 莫洞本身是派駐廣島的海上自衛隊員 只有週末才會回家 為何會狠心放火 還有在警方進一步釐清 記者溫君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